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今天我们来看一台手机 这台手机呢,是住在川崎的一个网友给我发过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外观呢还是不错的 而且还带了一个套 这里写着它的故障 它写的日语,这是Bakukamela NG 就是后置摄像头,不能使用 型号有个S,其实是台iPhone 6s吧 嗯,对,iPhone 6s 整体功能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吧 无SIM卡,就说明基带也工作了 然后它的Wi-Fi Wi-Fi我看一下,你们能看到我家的Wi-Fi 可以,Wi-Fi是OK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相机 果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来前置摄像头的话 前置摄像头是OK的 后置摄像头是一片漆黑 按一下拍照键的话是没有反应 好了,那么故障应该就出在这个相机部分了 据说之前这个网友他自己已经试过 说这个相机的组件是正常的 所以呢,他觉得,他觉得故障是出现在主板上面 那我们就看一下了 当然了,他也有先见之名 他还拿了一台ID机过来 他说如果缺什么配件的话 就从他这台ID机上面来取 你看他这边写着个 Vihintorida 然后这台机器也是能开机的 那这台机器我们先放一边了 希望不要用得着它了 OK,那么我们就开始我的第一个iPhone6s的维修了 其实拆iPhone6s我也是第一次哦 我记得之前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妈妈那台手机是iPhone6吧 希望能把这个故障解决了 能解决的话,这台iPhone6s作为备用机还是挺不错的啦 好的,我们首先把它电源关掉 然后开始拆机 里面都是十字螺丝 那我们换回十字螺丝刀 然后先把它这个瓶给扣下来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开裂 这里这里这里 这个地方有点悬嘛 这四条什么排线 这个地方扯到了 已经开始开裂了 哎呀,我拆平的时候没有拔电池 希望不要晾成大货 OK哦,我刚才测一下它屏幕没有问题 幸亏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摄像头摘下来吧 我好像已经看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了 我在显微镜下面看一下 OK哦,我们现在把它拿到显微镜下面以后呢 发现的确是有问题 之前机主也说过 它这台机器是进了水以后导致摄像头坏掉的 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座子 你看这个座子的这几个角都被腐蚀了 然后呢,这边这个泡面我还没拿起来 好像边上也有被腐蚀迹象 先挨个测一下它的组织吧 先拿出组织图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个给它测过去 我们从这一圈倒过来吧 OK,那一圈测起来 首先就是说这一边的所有的信号线 都比它标准的大 当然我这个图纸上这个组织也不定是正确的 然后所有的角都有组织啊 说明没有断线 那我们首先处理一下这几个腐蚀的点吧 把它处理干净了 再试一下摄像头能不能工作 当然这个泡面我们也不能留着它了 我们得拿起来看一下 OK,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主板先把它取出来吧 那么从下面一点点开始 你先不要走 那就可以走 那么可以走 我们就走 你先不要走 这就感觉 那么可以走 我们有这种撇去的 我现在就看到 好了,我們看一下 感覺這個,這新的元件不換掉了不行的 還是到顯示機上去看一下 首先給它刷一下 感覺這邊缺了什麼東西了吧 缺了好幾個件是吧,掉了好幾樣東西 這邊 這邊,這裡也沒想丟了什麼東西 OK,剛才我查了一下點位圖 它這邊,你看它這邊的所有的信號線都是直通CPU的 然後這一塊芯片呢,倒是通在下面這裡面什麼地方 但是也是不連這個座子的 另外呢,這個電容一端接地應該是一個濾波電容 這一片也都是濾波電容 所以呢,這個電容其實不補問題不大 我們首先能做的就是把這個座子,這個下面也好 先把它清理乾淨,然後再把它裝回去看看 這個攝像頭能不能恢復 這邊好像腳已經爛沒了 OK,發現哦,這上面四隻腳 三隻還四隻啊,這中間的四隻腳呢 已經基本上跟下面焊盤已經脫焊了 已經爛開來了 所以呢,現在我要把這個座子摘下來 下面給修好,再焊回去 然後,因為它這個反面是一個WiFi 分焦的WiFi,所以推起來風險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我就給它包了一下 我希望不要對WiFi有影響 然後呢,再給它加點焊油吧 希望能快速把它摘下來 拿下來了,下面果然是一塌糊塗 座子好像還好沒變形 然後呢,脫隙 好的,接下來操作我們的顯微鏡下哦 剛剛那這個點我把它刮亮了 然後呢,看看能不能把它吸上過去 OK,先讓它冷卻一會兒 我們再看一下,就是坐著,能不能再用 看一下這反面吧 先刷一下 OK,刮一下 OK,來上點焊油 OK,接下來我用這把我的尖頭烙鐵 這是我那把DIY的T2 好吧,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先把它擦掉啊,上面再焊一個 我打算在焊做的之前 量一下組織了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焊上的之前先解決掉 我們先看一下組織 萬影表啊 所有的跟CPU直通的電線角 都是700多 但手裡拿的資料呢,都是350幾 我的理解是,是不是CPU的個體差異 它這個組織應該是直接來自CPU的呀 或者說CPU的這一塊壞了 然後最後一隻腳都對了 547 然後資料上面顯示是530 然後下面一拍 OK啦,它所有的腳現在都有組織 雖然組織跟我手裡拿的圖紙上比 區別比較大一點 但是 具體情況我不清楚了 我們先確保這個座子你的腳接觸良好 看看 它的相機能不能工作吧 那現在這個C的狀態不太 不是很滿意哦 我再拖一遍 這次我用的是固特的C 感覺好像機缺還是好一點 好了 擦乾淨,準備焊接 上焊油 好 OK,順敗再次一舉了 讓我們開始吧 現在座子有點翹 看來這座子廢掉 接下來我們先測一下組織是不是OK了 我經過很多努力哦 我把它那個座子換成了我自己的料板上的一個好的座子 沒有任何腐蝕的座子 結果呢 還是這個樣子 這個座子上方有幾個浮射元件 那我也都檢查過了 他有丟掉了兩個鍵 我也都給他補上了 結果呢 還是老樣子 反面的這個攝像頭就是個工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幹了哪些東西 現在這個座子我已經換好了 換了以後呢 我重新把每一個組織都測了一下 都是跟之前那個座子一樣 上面這些東西 掉了兩個鍵 我都補了 然後這個芯片 跟這支 這個芯片這支腳跟這個電容 這邊呢 是斷線的 下面補漢板也補過了 很遺憾我沒有拍下來了 那之後呢 又換了這個好的座子 所以呢 現在這個相機還是不工作 這些銀角 這一排除了非接地角 它對地組織都是700多 我測了一下 他給我提供了那台 拆配點機器 還有我自己 所有的料板 就跟圖紙上 差不多組織 是300多 結果他這邊呢 都是統一的780指 好 那我這邊是免費的點外圖 所以點外圖上 他這些信號角 都是直連cpu的 那我覺得我能考慮的 就是cpu內部 處理相機這塊的io 是不是出什麼問題了 導致他這個電子的組織 都變大了 現在我只能到此為止了 因為我在點外圖上 找不到跟這個角 其他相連的零件 希望有董行的朋友 能幫我解答下這個疑問了 好了 那麼我們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很遺憾哦 第一次動iPhone的主板哦 結果沒有成功啊 比較打擊我的信心了 我們下期再見吧 拜拜